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国际EDA大厂ANSYS 近日与台积电延续长期的技术合作 宣布其电源完整性软体 通过台积电N3制程节点 FinFlex创新及台积电N4制程节点的认证 台积电的FinFlex架构使ANSYS RedHawk SC和TOTEM客户 能在不牺牲效能的前提下 进行细微的速度与功率权衡 从而减少晶片功率的占用 这对于降低许多半导体应用的环境非常重要 包括机器学习、5G行动和高效能运算、HPC等应用 这项最新的合作是建立于ANSYS 近期通过台积电N3E制程的平台基准上 台积电设计基础设施管理事业部处长表示 前所未有的灵活FinFlex创新 提供许多晶片设计优势与灵活度 可以针对高效能、低功耗或两者之间的平衡进行最佳化 通过与ANSYS在台积电3奈米技术上的最新合作 使双方的共同客户能够轻松利用FinFlex的优势 对Redhawk SC和Totum的电源完整性和可靠签合验证结果充满信心 基于台积电的N3E制程技术 台积电FinFlex架构让晶片设计人员 能够在实行每个标准元件时 选择三种FinPage方案 一个用于最高效能和最快的频率 另一个用来平衡有效的效能 最后则是用于最低漏电和最高密度的超强功率 这种特性的组合使晶片设计人员 能够使用相同的设计工具组合 为晶片上的每个关键功能区块 选择最佳的速度和效能组合 ANSYS副总裁表示 ANSYS开发了一个多物理厂模拟和分析工具的整合式软体平台 其着重于电源管理 以最大限度降低半导体的设计和运营成本 通过与台积电持续的合作 与双方未实现可持续的未来所努力的目标一致 使共同客户能在降低功耗的同时 也能提升晶片效能 而又EEDA大厂的台积电三奈米认证获得通过 对于苹果公司2024年的晶片战略无疑是有益的 尤其是其推出iPhone16系列式的变化 一份报告称 两年后苹果退出的所有机型都将采用台积电的三奈米晶片 台积电方面未来将有各种三奈米制成的计划 价格较低的iPhone16机型 可能在2024年使用第一代三奈米晶片 一份来自摩根士丹利的报告 谈到了台积电的三奈米扩展计划 不幸的是据说这家晶片晶圆制造商将把其尖端节点的生产能力从每月8万块晶圆降至6万块 即使如此 这也是一个庞大的产量 其中大部分将被苹果公司用于2024年的iPhone晶片 同时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台湾半导体行业的悲观情绪进一步加剧 在大流行的2020至2021年 半导体行业实现了异常高速增长 现在则被迫大幅调整经营计划 导火索是台积电在10月公布2022年第三季度财报时 设备投资预期值较最初计划最多下调两成 即下调至360亿美元 台积电分两步修改了今年的设备投资预期 最初的预期值为400亿美元至440亿美元 台积电先是在7月程接近400亿美元的下限 实际下调了10%左右 然后在10月进一步下调约10% 过去三年中 台积电在旺盛的半导体需求推动下 多次上调其设备投资预期值 正因如此 此次下调投资预期 对半导体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在半导体市场 个人电脑 电视 家电等 大流行期间特殊需求 从2022年开始就消失了 预计全球手机销量也将低于去年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 苹果将在2024年为所有iPhone手机转向台积电的三奈米晶片 还是让不少人惊讶 另外台积电为苹果这样的客户准备了几种不同种类的三奈米工艺 每个迭代都比之前的好 假设该公司推出四款新iPhone的计划不受影响 价格较低的iPhone16和iPhone16 Plus 可能会使用第一代三奈米工艺批量生产的SoC 而Pro系列可能会跳到更省电的第二代工艺 据传苹果将使用台积电的第二代三奈米工艺量产M3和A17仿生 这两款晶片预计将在明年推出 但苹果有可能将A18仿生晶片的新制造工艺保留到2024年 当然 这一切都取决于台积电是否能继续每月生产足够数量的晶圆 而不遇到生产障碍 因为高通和联发科等客户 也希望将该技术用于他们自己的行动晶片 而为了应对未来对三奈米可能出现的景分式需求 台积电可能会再投资数十亿美元 将其领先的三奈米制程制造技术晶片生产 带到其美国亚利桑纳州的新工厂 作为其扩张的一部分 该公司已经在建造了一个五奈米晶圆厂 如果台积电认为美国对N3界点有足够的需求 它将相对较快地安装并进行适当的生产 台积电则在的一份针对外媒的声明中表示 鉴于在台积电先进技术中看到的强劲客户需求 他们将考虑在亚利桑纳州增加更多产能 基于运营效率和成本经济考虑 第二个晶圆厂 华尔街日报援引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的话称 台积电正在考虑为新大楼配备足够先进的制造设备 以制造代工厂N3系列尖端制造技术的晶片 其中包括N3、N3E、N3P、N3S和N3X 当台积电为晶圆厂最初建立选择新纸时 它已购买足够的土地来建造该晶圆厂的多个阶段 这些晶圆厂将共享共同的晶圆厂公用设施 如储器或净水器 亚利桑纳州的台积电晶圆代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该地最多可容纳六座晶圆厂建筑 将于2024年上线的晶圆厂年底开始搬入基台 但显然该公司已经再为另一个空地 开始建造另外一个厂房 考虑到美国公司设计了全球销售的晶片的47%左右 并且绝大多数使用先进制造技术 制造的晶片都是由美国公司开发的 预计美国对台积电服务的需求将强劲 但它是否足够强大 可以在未来几年内将N3节点 带到美国还有待观察 但是由于有一堆美国公司计划在未来几年使用N3节点 例如AMD、苹果、英特尔、徽达、高通等公司 因此该公司扩大其N3制程节点生产能力 当然是有意义的 如果台积电继续在美国进行 具有3奈米生产能力的晶圆厂计划 该设施最快可能会在2024年底上线 或者更有可能在2025年初上线 毕竟台积电计划在2025年下半年 开始生产2奈米工艺技术的晶片 因此虽然亚利桑纳州的工厂可能会获得N3制程节点 但台积电在台湾的晶圆厂仍将更加先进 然而台积电在台湾和美国之间的能力差距 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缩小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